大家好,这里是花厨房 很多朋友在煮大虾的时候 都喜欢加一点水煮 但是一加水就大错特错了 你有没有发现 加水煮出来的虾 肉质特别的柴 吃虾就像吃泥一样 口感特别差 这是因为再嫩的虾加了水煮 做出来以后都特别难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不加一滴水的新做法 做出来的大虾特别的鲜嫩 入口即化 虾肉特别好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先加点盐 把虾给它洗一下 加上一点盐 清洗虾的时候 可以把身上表面的脏东西 全都清洗干净 稍微淘洗两下以后 把它放在一边 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 再把虾多淘洗几遍 因为虾的表面特别的脏 所以咱们在清洗的时候 一定要多清洗 用流水不停地冲洗 等到盆子里边的水完全变清的时候 就清洗干净了 清洗干净以后 把它控干水分 咱们再把虾给它处理一下 先把虾的胡须 用剪子给它剪掉 跟着再用剪刀 把虾枪剪掉 剪掉虾枪以后呢 就会看到头部这里 有一个黑色小点 这个黑色的凸起的地方 叫做沙包 这个就是虾的胃 它的下边连着虾的肠子 所以咱们也要把这点给它剪掉 用剪刀剪开以后 轻轻挑一挑 就可以把它挑出来 剪的时候 前面要注意 不能剪得太深 因为底下就是虾黄 像这样挑出来就可以了 大家来看一下 接下来咱们再把虾的脚 给它全都剪下来 因为虾脚不容易清洗干净 所以最好用剪子 全都一起剪掉 这样可以避免 它的上边 会附出着一些药物 因为清洗不干净 而务实了 咱们一定要剪干净 还有就是虾的头部 还有尾部 如果是小孩子使用的话 也建议一起剪掉 因为这些地方都比较尖锐 孩子吃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小心 最后一步就是去虾线了 去虾线也是相当的简单 我们把虾像这样拿着以后 从虾头往下数 最突出的这一点 找一根牙签 像这样戳进去 然后轻轻一挑 一根完整的虾线 就可以被挑出来 非常的方便 很多朋友都说 去了虾线以后 虾吃起来口感特别柴 但是现在的虾 吃着各种饲料 打着各种抗生素 所以咱们在吃的时候 尽量把虾线 给它去掉比较好一些 全都把大虾 去掉虾线以后 再给它清洗几遍 把附出在表面的脏东西 完完全全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 把它控水捞出来 放进一个大碗中 往里边少到一点食用油 用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个虾上面 都裹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 在蒸煮的过程中 虾里边的纤维素都流失 抓拌均匀后放在一边 这会儿咱们再来切一点料头 一点生姜 给它切成薄片 因为虾的痕迹比较重 所以咱们在煮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点山姜 切好以后 直接放进锅里边 这会儿锅里边 什么都不用加 把姜片平铺上来 就可以了 再来切一点小葱 给它切成长段 切好以后 同样的铺在生姜上面 铺的时候尽量铺的平一点 铺好以后 再把清理好的虾 直接放上来 白的时候 虾头朝外 虾羽放在中间 因为中间的地方 温度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全都摆进来以后 再往里边 倒上一点啤酒 加上一点啤酒 可以起到一个 去腥增香的效果 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 焖上五分钟 剩这个时间 我们再来做一个料汁 两拌大蒜 用刀拍扁以后 直接切成大蒜末 再来切一点小米胶圈 小葱切成葱花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 装进小碗中 加上一勺芝麻 增加香味 倒上适量的食用盐 再倒上热油 激发出所有的香味 再加上一点白糖 增加鲜味 两勺生抽 搅拌均匀 咱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把它放在一边 这回的大虾也煮好了 大虾通体发红 身体微微翻驱 像这会儿已经煮熟了 千万不要煮得太久 太久以后 它的口感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把它慢慢夹出来 然后摆进盘子里边 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用这样的方法 做出来的大虾非常好吃 虾肉鲜嫩 爽滑 没有腥味 越嚼越香 吃的时候 配上咱们的蘸料 就和饭店里边的 吃起来都差不多了 有些朋友 在吃虾的时候 是带克一起吃的 像这样拿起来 直接蘸上蘸料 吃起来也是相当的好吃 虾里边还有丰富的钙元素 所以日常的时候 一定要给家里的孩子 老人 多吃一些虾 吃上以后 对身体非常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转发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豆腐食视频 这里是花儿厨房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